這...你觀光客喔? 有,我觀光客 默默愛旅行 哈囉,大家好,我是默默 這是三峽一日遊的下集 上集我分享了富士商號、三峽老街、河乃川國產鬥志所 還沒看過上集的朋友們記得去收看喔 這集我們就從懶懶開始吧 我們這天來到三峽歷史文物館旁邊的懶懶展示中心 這裡有懶懶DIY可以體驗 有各種不同的商品可以選擇 貼心提醒這邊蚊子很多 記得先做好防護措施喔 那我們現在呢就是來到妮妮今天最期待的一個行程 就是來手做籃籃 我今天選擇的是大方巾 大方巾的體驗價格是250塊 那這個做好之後當然就是可以拿回去啦 然後就是這裡有老師會教學 所以不用擔心像我們都是新手 今天就是第一次做 好,那我要開工啦 所以你看喔,我們這個布邊這邊 盡量都不要去做花的圖案 這邊的圖案會做出來會比較完整 這個在推擠的皺褶 你要細跟粗 它都可以影響圖案的變化 橡皮筋擋的範圍要多寬 也都是你們自己去做決定的 那我們今天懶懶的步驟呢 就是第一是先折布 有沒有什麼都吃起來 我們來看呀 我們來看去做野菜 我們來看的 那是個看的 我們來看的 我們來看的話 我們來看的 就去看給你 我們來看 我來看見 好看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 黑衣 第二就是要泡水 第三就是染布 所以你看到現在這樣子 有綁的我們就不要去動它喔 那沒有綁的我們就輕輕的把它剝開 為什麼要剝開 剝開它顏色才會均勻 才會均勻 好我們現在在進行染布的這一個步驟 然後這個染布呢總共就是要染三次 每染一次就是拿去那邊曬一下氧化 然後氧化完回來之後就再染 然後一次要染三分鐘 好這一片就是我今天染出來的成果啦 我就是把它做兩半邊不同的風格 然後這個就是春妞跟妮妮的 我覺得跟我想的沒有差多少 好漂亮喔 我覺得這樣兩種都好看 超喜歡的耶 對啊 喜歡 春妞你的看一下 給鏡頭看 8年頭 有 對 一三一千 我的就是為了把頭一定設計 耶 體驗完藍藍後 我們又回到三峽老街上 下一個目標也是很令人期待的行程 庶民美術館是有百年老屋改造的藝術空間 庶民美術館是由百年老屋改造的藝術空間 館內的一點一滴都是很有風味的精心佈置與收藏 是近期很夯的IG美照熱門景點 這裡星期一二三修館 一週只營業四天 要來的話記得注意不要撲空喔 這裡是一個非常漂亮的地方 然後進來參觀要門票20塊 那這邊就是展出畫家無貫的作品 還有就是不定期會跟一些其他的藝術家合作 展出一些藝術作品 我覺得這邊的氣氛非常的好 然後而且他的二樓有咖啡廳可以在那裡坐著喝點東西 結果可以在 wenn he was a king 格子上的藝術家合作品 那間女生有 microbes 讓他爬上一身 可以拿入其他的藝術家 折抵二樓咖啡廳的飲品 老闆娘是個相當鍵盤的人 坐著喝杯東西聽聽故事 也是相當愜意的午後呢 好 明模明模來世界明模 來幾下來幾下 好 他的那個地址門牌座超大的 不怕找不到 我們今天最後一站呢 就是來吃晚餐 我們晚餐來到三峽這邊知名的八條壽司 那這間店其實是很夯的店 只是我之前就是一直都沒有來過 他們店面就是很大 然後他們的店裡頭都是那種 就是日系的裝潢 有很多燈籠 我覺得很沖繩的感覺 以後還放著沖繩風的音樂 現在非常時期 所以他們進來前都會先量耳溫 耳溫OK的人就會在手上蓋一個章 好 我們今天點了超多東西的 這個是炙燒鮭魚親子丼飯 然後我還點了一個茶碗蒸 因為我個人非常喜歡吃茶碗蒸 這個是杏鮑菇串燒有兩串 看起來超美味的 然後春優點的炒烏龍麵 這個是杏鮑菇串燒有兩串 看起來超美味的 然後春優點的炒烏龍麵 因為這兩顆看起來超飽的 因為這兩顆看起來超飽的 超厲害的 炸牛棒 這個真的超厲害 它很大片你們看 這樣子就可以看得出來 跟臉差不多大 而且這個我們剛剛已經偷吃了一些了 所以它已經有少掉一些 它剛剛一上來的時候超大的 很脆耶 噢很脆耶 聲音很脆 超好吃的 今天覺得三峽一日有好玩嗎? 超級好玩 然後其實去了老街才知道老街 其實那麼豐富 跟一般的老街 我覺得還是有很大差別 有非常多特色的店面 然後呢 在地的三峽媳婦們呢 也帶我去了很多好吃好玩 甚至我們還去做了籃籃 這種有知識性的活動 所以 非常推薦大家 假日的時候 可以來三峽老街走走喔 那你還會想再來一次嗎? 想啊 因為我覺得還有很多地方沒有去 還有很多地方沒有吃 掰掰 下次再來玩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可以在YouTube上面搜尋 莫莫愛旅行就可以找到我的頻道 在這個頻道裡呢 我會不時的跟你分享一些 好吃的 好玩的 還有有趣的小旅行 那記得幫我按讚 訂閱分享 開小鈴鐺喔 我是莫莫 咱們下回見啦